大家好,我是袁某人 S10的入围赛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三天 在看完我们LPL4号种子老干爹的精彩发挥后 我满脑子就一句话 好吧,我承认我破防了 尽管老干爹勉勉强强的争取到了加赛的资格 那为什么说是好钱? 好就好的,第四名他妈的都可以不会淘汰 真是好赛制啊 在视频发布的时候 我不知道老干爹能否成功的在后续的两个BO5里突围 但仅从入围赛的表现来说 真的看得我想吐 关于具体的吐槽放在了视频的后半段 大家可以自行跳转实用 我们先以爹为鉴 看看老干爹糟糕的表现 能够给剩下三支队伍怎样的预警 世界赛是一个难过BO1与BO5两个赛者的常赛场 任何时候的松懈或者不适应 就会导致小组赛的暴露 除开今年让人失望的老干爹外 往年的小组赛也一样出现了许多暴露 17年1号种子EDG三把卢锡安开局0-3 18年呼声最忘了1号种子RNG 小组赛输给了VIT与C9 19年的1号种子Fan Plus同样的小组赛 也是开局先输给了J Team然后输MAD 随后才调整好状态完成救赎 可以发现在BO1的这种对抗里 我们LPL的队伍成绩并不稳定 因为BO1充满变数 而变数对于我们这种打架赛局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我们自己的常规赛赛制是BO3 你浪一局后面再稳也还有调整的机会 但BO1代表没有容错率 其实是环境 在我们赛区内斗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掌握游戏的主动权 也就是作为进攻方 这些在龙魂版本这个强调团战的版本 越主动自然是好事 但问题在于越主动 在自己状态不好时 反而会变成主动送 尤其在面对硬实力不如我们的对手时 对方打的会更谨慎 也越难被抓破绽 因为龙魂对于运营的要求很低 对方只要选个阵容打团很强 那么队线期烈一点 但你一波团没打好 后续我就无脑打团 仗着阵容优势就随便打了 简单讲 你强无偷博 大乌龟这种队伍 你选个前期阵容还没发挥好 那拖到后期游戏的难度会很大 尤其是有龙魂压力的时候 这个版本 在那种正面团完全打不过的对局 你想要靠单带运营来翻 太难太难 大家这样来想 小组赛每支队伍需要打6场比赛 先是一天一场分别打3个BOE 随后才是一天打3个BOE 如果第一个BOE 因为这儿那儿的不小心翻车了 那么队伍就会面临第一个抉择 是选手发挥问题 还是版本理解就有问题 而且麻烦的是 可能打LCK队伍好用的体系 可能面对LEC就不好用了 那输给弱队的舆论我就不多说了 懂的都懂 但如果下一个BOE碰到墙的继续输 那就0-2开局了 直接半只脚就在悬崖边了 失败的心理压力和对版本的困惑 很容易导致队伍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 所以每一年世界赛 总有制队伍会被千夫所指 压力之下 更会让选手的发挥雪上加霜 可以说赛区风格加上赛制的区别 让我们LPL每一年总有意外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 LCK队伍反而在小组赛的稳定性上 比我们更强 就算是拉胯的S8 他们也拿下了两个小组第一 S9更是小组赛全员小组第一出现 可以说我们LPL这种赛区风格 虽然在BO5里很容易抓住对方的弱点 然后一阵猛锤 但在BO1里稳定性是不如LCK的 所谓失忆 长计 质疑 吸收别人正确的思路 再融合自己的风格 尽可能地提高BO1的容错 就是本期的主题 BO1的小组赛BP策略的正确打开方式 BP策略 不是说某一场的BP该怎么做 而是将小组赛的6个BO1区分开不同的阶段 采取不同的策略 举个例子 京东这个队伍可以选择潘森奇亚娜 这样的前期打节奏的阵容 也可以上路天使 牵绝打后期的阵容 可以说两手抓 两手勾印 但问题是 你会玩的体系和打法再多 你一局也只能玩一套 而小组赛由于你的对手不同 又是BO1 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何况你训练赛打得再好 你都没办法保证选手在今天状态是好是坏 而随着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的发展 队伍选手之间的对线级差距已经缩小了 你很少能看到像过去那样 外卡拿个非主流 反手Faker就掏个中单奥拉夫 直接把人当猪杀的情况 何况还是第一轮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对手到底是罗子是满 版本你的答案和风向还没有出现 当然这时会有长得像金城武的观众会问 哎呀不是有入围赛的数据吗 我们可以看入围赛的表现来制定策略啊 但大家要明白 世界赛之所以分为正赛和入围赛 就是因为入围赛的强度不够 入围赛许多英雄看上去很猛很好用 究其原因也只是因为对手也仅仅是入围赛这个级别而已 可以说入围赛英雄的赛场表现 对于正赛阶段的队伍参考并不大 比如说S7入围赛很热门的打野EZ 到了正赛第二轴基本就无人问津了 反而是许多入围赛表现不好的英雄 到了正赛才开始发力 所以咱得等到小组赛第二轮开打 我们才能大体确定版本真正的风向 版本的答案是不断的筛选和淘汰的 那么怎样尽可能在版本迷雾没有散去之前保证稳定性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参考三贯王SKT每次世界赛之旅的BP策略 核心的思路就在于把进攻压力交给对面 进攻压力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拖后期 但其实并非如此 进攻压力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位上 谁后期谁废物 谁就越有进攻压力 举个例子 蝎子打野由于对方需要出水银来counter他 相当于姿态经济优势 但除开这点与前期节奏外 越到后期团战他就越废物越没用 可以说开局对手慌 但越后面蝎子越慌 而结合五个位置来看 当你选蝎子 双c再拿个什么卡丽斯卡加卡牌这种 那么阵容的进攻压力就无限大 进攻压力就是双方阵容在同等经济下 正面作战能力低的一方 进攻压力越大意味着容错越低 我发条老鼠落就算落后一万经济 一波团我也翻给你看 我没有进攻压力 所以当我拿到优势时 意味着稳赢 稳赢就代表了可以放开了打 前三天入围赛的老干爹状态超差 所以就算他们经济领先 观众都感觉不稳 但赢了两局都属于拿到优势 我不知道怎么输的阵容 高容错阵容 让状态低迷的老干爹 艰难的获得了第四名 其实输比赛不可怕 可怕的是配合失误 主动出击带节奏 但因为状态问题导致失误后 整个队伍压抑的气氛 尤其是那种 这波必不能也不该出问题的时候 你出问题了 那么心理压力很容易压垮选手 阵容毕竟是一个相对概念 而非绝对 比如老干爹在第二天打R7时选的阵容 如果单单自己阵容 那么其实选的很符合老干爹 有美奥比奥的风格 自己选的没问题 问题是R7拿的更舒服啊 如果R7的上单不是奥恩 而是其他的功能坎克 比如狗熊铁男此类 那么老干爹的阵容进攻压力就会小很多 但偏偏对面上路是后期可以发装备的奥恩 而自己这边是明显缺前排的阵容 那自己就有了进攻压力 那么你就得硬着头皮进攻 何况这个版本有龙魂啊 每一条小龙都是加重这种进攻压力的筹码 毕竟你不可能赌八把是疯龙魂 队伍的状态不好 但拿的是拿手阵容 你有进攻压力必须进攻 然后操作失误了 心态炸裂了 继续恶性循环 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 当这种情况变成我们赛区的常态 而别的赛区却比较少见时 我们就得警惕了 过去LCK是第一赛区时 也很少见到这类发挥严重市场 打得像买了一样的情况 而我们过去无论天虚还是膨胀 我每年都在挨一次 那么这就不是所谓的心理问题 而是策略问题了 以SKT为首的LCK 喜欢后洞 在第一轮 也就是每天一场BOE的阶段 采取较为保守的BP 选后期团战这种偏防守的阵容 就算要进攻 也尽量有后期大哥兜底 而到第二轮才开始辨证 尝试加快节奏 与一些比较热门的版本 但自带进攻压力的选角 对于我们赛区来说 并不是说要照办LCK的策略 完全不进攻就龟缩 但前三场这种每一天一局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尽量不要选太极端的阵容 毕竟没有办法确定选手的状态 今天我369的状态真的就是差 怎么摇都是3 我公爵就是醉 怎么打都下流 这种情况下 选的阵容尽量让选手有拖下去的资本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赛场 哪怕输也不是那种一两集 没处理好就聚了的那种 BP除开自己拿阵容外 也要考虑对手拿的阵容 在优先级上 还是尽量让对手拿有进攻压力的选角 把那些稳定的手热的后期爹想办法去处理 我们要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三个上单都有C的能力 面对奥恩有天使 面对铁南有船长 所以哪怕对手想往后期阵容靠 我们也能拿出不比对方阵容差的团阵阵容 而一旦我们拿到优势 那就扎实运营拖久一点 折磨对方刷数据 反正他们又不能投降 把恐惧的根源植入对方的脑内 反正今天你打完也没机会复仇 让他们5分钟输35分钟才来 别觉得不好意思啊 心理优势也是优势啊 而等到第二轮 一天要打三场比赛时 我们再回归完全体 把獠牙露出来 该拿进攻阵容就进攻 该防守就防守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 卧槽要不要这么全能吗 后期又猛前期进攻又屌 那么后期的BO5赛场里 那就继续占得心思 面对强敌我们可以搏一搏 但面对硬实力比我们弱的队伍 还是要稳扎稳打 把该拿的基础分吃下来 我们LPL从来不是因为 选了进攻阵容才进攻 而是因为我们LPL本身进攻就强 选什么都能进攻 这才是我们LPL的风采 小组赛真的要稳住 BO5才是我们的舞台啊 LPL加油 好了 接下来是吐槽和分析老干爹的时间了 我不知道老干爹后面的BO5打得怎么样 只说小组赛我就一句话 能不能摆正一下心态啊 能不能5个人正常玩一局游戏啊 像一个被我 有多少人跟UP主我一样 抱着轻松愉悦的心态来看入围赛 结果心态给整破房子了 弹幕扣个1好吧 老干爹整个队伍在打什么东西啊 这种局连复盘的价值都没有 就是一句话 和你 一个职业队能够因为找不到英雄而空班 你还不如说是战术空班呢 如果说入围赛的队伍真的是猛的一批也就算了 不是说瞧不起外卡赛区 但你能打一个2-16出来就离谱 这打什么东西啊 5个位置我一个一个说 西叶一个前中期节奏阵容出磨切 合着赛老师是这样教你的啊 我们赛区的卢仙无论是牙膏还是左手都是第一件破败 学什么不好学欧洲人拖啦 何况对方还是中单发条 你一个卢仙带点火打发条 就出个眼泪对着发育啊 Faker当年都能单杀的男人打个0-4 输出全队到此第二不觉得丢人的嘛 玩夏季赛使用次数最高的卡牌 在有治疗虚弱的情况下还是这样给的啊 这样抓人能抓不死的吗 这没闪的发条凭什么走啊我就不明白了 还有这波丢完小龙想拆塔被留 没闪的卡牌在有奥恩和发条的情况下 凭什么这样走位啊 你直接转上路把线一旦随便拉扯一下 这中塔不是随便拿吗 有青钢银卡牌在带边线的情况下 谁敢守这个中塔呀 还有你Mark你在干什么 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各种开隧道追击送掉也就算了 你巴德的Q技能是不是只有减速啊 能不能压起身中一次啊 一个全技能的巴德 西叶当着你的面被活活A死 他一个没闪现的老鼠凭什么呀 又不是没有后面的视野 直接开隧道跟莉莉亚过去Q家居若 直接把这个老鼠干碎不行吗 实在不行给个二救一下啊 不会游走就不要游走学别人游走 这把就挂机在下路 老老实实的把老鼠的塔拆了不行 你们对接又不是打不过 你呆在下路别动 就两个人摁吃塔皮 这老鼠敢这样游走 敢这样骑一队的脸上打啊 还有Karma本来是对内最冷的人 结果几场下来C也C不动 技能打也打不住 不用三个字形容就是局外人 一波打野再打小龙正面团 作为正面战场的持续主义输出 能够追残血追到屏幕看不到的地方就离谱 团战时画面看不到Karma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 咋的呀被隔离了 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 当我在看到她的时候 要么就是有闪的情况暴毙 要么还是在有闪的情况下暴毙 打野小花生最离谱的就是她了 她不会真得罪了吧 小花生处开操作判断已经完全变形了吧 甚至基本的野区嗅觉都丧失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波莉莉娅逛淘宝被暴女标死也就算了 她复活之后出门居然继续往下半区走 不是任何一个白金以上段位的打野都该知道 自家下半区肯定没野怪了 而同时中路刚刚打完一波 自家中单闪现没了大招也交了 下路还没有现权的情况下 你凭什么去挣这条龙啊 肯定是想都不用想直接跟上路去换峡谷啊 说不定还能入侵一波篮去换点丢失的野区啊 小花生仿佛被莉莉娅反向大招2的自己脑子 完全就是在梦游 要不是UOL的中单的应送 这波峡谷老干爹都拿不下来 如果说小花生是打得不好的小刷生就算了 现在她已经不是打得不好了 她是连野都刷不明白 她去线上硬带队友节奏 峡谷先锋也不会放 感觉人一下子就退化掉了 一个职业打野 在对方没打野自己有惩戒的情况下 抢不过小龙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对方打野的死亡时间冲过来 把小花生的键盘给抢走 要不然没道理的呀 对方ADC又不是卡丽斯塔 小花生在该控资源的时候刷自家野 在该反野时干个队友 在该干个逛街 哪怕赢的比赛里 他都是一点节奏没有 输给首富后别的傻好的没学会 就学了多打几场的控制赔率是吧 狼行狼行 你说他很行吧 他就低操 但队友都太离谱了 显得他好像很行 如果说狼行发挥了七成功力的话 那七也发挥了五成 剩下的队友只发挥了不到三成 除了一些操作上的瑕疵 还有团战端的迷茫外 真的够可以了 上中都是拿到单杀的局 居然第一条下路先锋是对面的 这要是路人局啊 脾气大领的上单已经挂机了 而且老干爹整个小组赛离福到 我一次都没有看到他们在龙坑视野站上赢过 一次都没有 他们的小龙控制率 要不是从V3拿了个龙魂 狠狠的把数据刷了一下 勉强达到了37% 之前居然才20%多 这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村地赛V5的小龙控制力都比这个高 我全程就狼行的这个表情在看老干爹的比赛 作为一个LPL追 我觉得老干爹只要发挥正场 入围赛真的是随便打的 醒醒吧老干爹 之后每一场都是生死战了 写稿写到现在也不知道老干爹能否继续走下去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走更远的啊 虽然嘴上在喷你 但还是希望你赢啊 LPL观众真的是老费PUA了 习惯了习惯了 好了我是袁某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观众麻烦点一个关注 如果能给一个三连就更好了 点赞过2万 我会马上更新小组赛的版本指南 跟大家重点聊一聊 这个奥恩发条还有莉莉 到底谁才有可能成为小组赛的版本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